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惨见的这样一个现象 尤其是卸任者批判了领导人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今天要来检视到底谁才是司法改革者 介绍两位特别来宾 首先介绍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瑞德你好 中间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刘逸宏 逸宏你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其实大家都说一个交接的典礼里面 照理说应该是一片和乐的 不过在最高法院的院长交接时候 却发生了一些小状况 一起来了解 被交接摸摸摸摸 我对你失望透明 最高法院院长的职务 不是我去群安 我从来没有去群国外 最高法院交接典礼上 新就任院长护杠了 最高法院院长杨仁寿直接再抢 马将保密婚案 缺绝为公开试判的反面词 或者将它无名化 缺绝为秘密婚案 还亲自指示 下届最高法院的院长 也就是今天就任的杨院长 要他来更改 以我道路 做这样亲入案审判前的指示 我们实在不死 连珠湾炮后浪 尖交了司法院长赖浩敏 脸色超级尴尬 台下却掌声不断 因为传出马接受部分法官建议 有意要废除最高法院 在审理案件的保密婚案 不但让杨仁寿不以为然 甚至还拿出马英九在市长任内 特别废案来呛瞎 在别党派执政的时候 他在建言的时候 刚才讲过 大家还是 他该无罪还是无罪 这是保密婚案的结果 马强调连任后要坚持司法改革 动作还没到位 已经先踢到不小的铁板 马英九说要司法改革 其实是在他这一次要求得连任的 这个竞选当中也一直强调的 我们先请教一下奕红 其实我们刚看到这个场景 它是一个交接的场景 但是一般来说交接场景 应该是非常和乐 然后新的交给 旧的交给新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场景 似乎让人很尴尬 是 通常一般来讲 我看过都不是交接典礼 不管是法院的还是其他政府单位的 他都是卸任者称赞说要接他的人 学识很优秀 他表现很好 所以接他这个案子 然后他退休以后 以后希望他新接任来会比他更好 通常都是这样 那这一次没有讲到这个 我们这个要卸任的杨仁寿杨院长 是 开炮一开啊 他开了三个人 这在司法界是非常罕见的 而且以后大概也不会发生了 你有看过这样的状况吗 以前 没有从来没有看过 我法司法还跑这么久没有看过 他批判了接任的人 是 这个他以前也都认识了 批判了司法院院长 是 也就是他监督他的行政长官 是 批判了政府领导人 是 政府领导人是提名最高怀怨院长的人 是 这一炮开了 我觉得是大家头都晕了 但是居然获得最高法院的所有的庭长法官 几乎都热烈鼓掌 是我们刚刚也听到那掌声了 掌声如雷 是 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一次这个卸任的这个院长 他说了什么话 我们这边做了一个整理 他其实呢 这个像刚刚一红所说的 杨仁寿公开在他的这个所谓的 要告别演说里面呢 他公开点名了马英九 他认为他点出的就是保密分案的这个状况 他认为过去呢 马英九呢 不就是在保密分案的情况下 才让他的特别废案获得无罪定验的吗 另外他说 马英九将保密分案驱解成公开审判的反面词 将之污名化 驱解为秘密分案 还亲自指示新的院长来更改 他认为马英九真的要改革 应该要放手给司法院做 他不能自己直接来干预 我们请教一下瑞德 其实他这样的说法也点出了很多的事情 包括马英九过去的官司案 很多民众看不懂 为什么隔天啊 民进党的立法院总召 柯建民会出来否认说 其实这个马英九的案子 跟这个没有特别的关系 为什么 很简单 当时是贬政府执政 那么因为他这样一讲的话呢 是什么意思呢 他这样一讲的话 养人寿的意思好像是说 在不同政党执政的时候 你的敌对政党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陈水变执政的时候 那么最高法院因为保密制度 因为他这个保密分案制度呢 所以啊 你看你的案子特别废案 我一样给你判无罪啊 给你定验嘛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是公开的话 那么会不会有其他的政治的力量 这个魔手伸进来啊 然后关切也好 关缩也罢 政治力施压也行 然后养人说在某种部分上 其实他讲的是对的 什么意思呢 因为台湾的司法啊 成科已久 所以呢需要改革 那但是改革你要找对方向 那这次拿这个所谓的 保密分案制度来开刀 马英九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 跟新的最高法院的院长 他们好像把这个保密分案制度 跟公开审判两个人 是动成一个完全相反方向的对比 好像有了保密制度分案 保密分案制度 所以就不是公开审判了 就可以黑箱作业了 他们不爽不高兴的地方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啊事实上 所以他那一天特别啊 请台湾所有的媒体 全部来参观 他们是如何分案的 那你知道说包括哪个案子是怎么上锁 然后案子丢进去以后是哪个法官干嘛 最高法院的法官是干嘛 怎么去作业 不要说我们黑箱分案了 我们有箱子 但是不是黑箱 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你 不要借这个机会污蔑我 好像我最高法院是台湾司法改革的毒瘤啊 这对我们不公平 为什么 因为先跟各位解释一下 台湾的司法审判制度很简单 你打官司从一审第一方的法院 然后呢在网上不管判决结果如何 到第二审高等法院 那么有些轻微的案件到这里就定验了 可是呢比较重的案件呢 它就会往上上审到三审 就是最高法院 那么最高法院的这些法官 哪里来呢 一审最低方最低方的基层 做到资深以后到二审高院 高院做到资深了以后呢到三审 所以呢这些法官都有充分的审判的经验 那其实在台湾最高法院 本来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法律审 什么意思呢 一审二审都是来看两双方两兆 原告被告全部过来 有什么证物人证物证全部过来 证据都呈现 可是到了最高法院 它是不开庭弄这些的 它只是根据你们 最高等法院判决的结果 到底是对是错 有没有违背法律 所以呢他认为 杨仁硕认为 你要改革司法 他没有意见 可是呢 你竟然拿这个保密制度开刀 而且竟然是说 好像有点说我们黑箱作业 好像说因为这样 所以长期以来最高法院 他蒙上一个黑沙在里面作业 他非常的不高兴 当然我们也必须了解 台湾的司改会是赞成保密制度撤销的 因为一审跟二审的法官全部是摊开来的 大家都知道是哪个法官审的 那最高法院为什么不可以这样 那站在基层是这个夫身 但是我倒觉得说 这个马英九弄错了一件事情 台湾的司法确实需要改革 要不然就不会有什么 什么白玫瑰运动 左上街头对性侵害的案件 踏伐 然后台湾的司法确实需要改革 不过现在更需要改革的是 他的审判品质 而不是就把这个保密封案制度 拿来开第一枪 你开第一枪的结果 人家用炮打回来了 是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一宏 其实你对于这个整个的司法的审判的过程 相当的清楚 所以我们可以再理清一下 这一次这个卸任的院长 他提出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个整理 他提出所谓的保密封案 他觉得应该还是要保留 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所在 这个跟马英九所要推动的 所谓司法改革要公开的来封案 这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 我个人的见解 我认为马英九的方向是错的 杨仁壮的方向是对的 因为杨仁壮历经司法院 各种职务他都干过 他最早干过检察官 后来干法官 法官以后他从地方法院院长干过 高中法院院长干过 最高法院院长干过 还有他当过大法官 当过司法院秘书长 所以杨仁壮在资历是非常完整的 我们这边有做一个整理 我们也再来看一下 就是杨仁壮这一次这一号人物 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是卸任的最高法院的院长 现年70岁 他也是正统的司法官的训练 包括他是法律系毕业的 法学研究所 另外他担任过检察官 担任过所谓的地方法官 另外他还有担任过 司法院的民事厅长 以及高等法院的院长 司法院的秘书长 刚刚一鸿也说他当过大法官 他后来当到的最高职务是最高法院的院长 杨仁壮他是其实 他是司法改革派的 在司法里面改革 如果要找历史来讲 他贡献是最大的 我跟他很了解 现在很多人批评杨仁壮说 杨仁壮不懂法律 怎么会司法行政可以改革的 你把它当作是司法审判业务 马英九怎么可以 哪里有干涉你的审判权 很多人对杨仁壮的法律 渐渐不了解 以马英九来讲 你怎么可以干预到 最高法院应该怎么分案 最高法院要不要保密分案 是由最高法院的法官 权底法官来决定 那你如果行政可以干涉到 法院的法官怎么分案 你当然进来审判权嘛 因为分案这个是法院的事务 这种情况你能 你能让谁分案子分给谁 其实就是干预审判 因为每一个人的审判是不一样的 这个人的见解是这样 你明知道他见解是这样 你这个案子可以分到给他 分到他手上 就是影响审判嘛 是 所以说我们要来谈一下说 其实杨仁壮这个人在这一次 尤其是他卸任的演说里面 竟然炮口对准了这么多人 所以稍后来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杨仁壮的个性是如何 他一路上在职场上 在官场上 他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 稍后回来 走进台湾带您关心台湾事 台湾司法界第一招呢 有卸任的院长在交接典礼上面呢 是炮轰新接任他的人 以及炮轰了领导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要深入来了解 我们现在再回到交接的场景 来看一下当时的状况 被召见某某某 我对你失望后点 把将保密婚案 缺绝为公开审判的反面词 或者将它无名化 缺绝为秘密婚案 还亲自指示 下届最早法院的电话 也就是今天就任的杨仁壮长 要他来更改 以我到处 做这样千万审判前的指示 我们是在 在别党在执政的时候 他在纪念的时候 刚才有讲过 大家还是 他该无罪还是无罪 这是保密婚难的结果 请教一下义红 其实杨仁壮你对这个人也蛮了解的 这个人的个性是怎么样 他为什么会选在所谓的交接典礼上面 来说出他心里的话 我觉得他心里有数 他这一炮在这个场合里面 轰出去的力量才很大 否则的话整个这个要把保密婚来 改革掉这个声浪是很高的 他如果不这样轰的话 不会引起大家的证事 所以他特地你觉得他是有备而来的 我觉得他是故意选的 因为杨仁壮的个性从当检察官的时候 他其实就很冲 那时候他就跟人家在报上打比仗 那早期那时候打比仗 他的监督司法院的监督长官 他就认为杨仁壮你不要在那边跟人家打比仗 你惹事生非干什么 但是杨仁壮我就觉得他是非常有正义感的 在我好新闻这么久 我认为杨仁壮的学识 法学素养是目前第一名 目前啊 目前不管院方检方 他都是第一名 所以有些人说杨仁壮不懂法律 我觉得你们真的自己要去研读法律 你们可以讲杨仁壮他个性怎么样啊 他选择时机开炮不对 但是你凭什么说杨仁壮不懂法律 如果杨仁壮还不懂法律 台湾还有懂法律的人吗 是所以我们来看看杨仁壮他自己怎么陈述 他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 这样的场合说出这样的话 他后来也接受了媒体的专访 他说呢他现在已经是老百姓了 不再碰司法 出来讲这些是做应该做的事 有人劝我说出来讲的话牺牲很大 因为领导人说要改 要他不改机会渺茫 也有媒体舆论或其他人会批评我 我说是为了人民 仍要尽自己的力量 即使满身伤痕也无所谓 这是最后一个机会 至于领导人会不会刹车 他就不得而知 所以说我们可以从杨仁壮自己的感言里面 看得出来 他真的是要最后一搏了 没有错 那当然根据台湾的这个法律规定 然后当然司法院的改革也是马英九的职权之一 可是通常的情况之下行政的这个部门 他是不会把手伸进去司法审判这一块 更何况是最高法院里面的分案惯例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 然后还有就是不能因为你要拿着司法改革的帽子 你就说这个分案是错的 然后我现在提名了 找了一个要接任的这个最高法院的新的院长 你就给我改 你知道吗 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司法改革千头万绪 台湾历经这几十年来的改革 一直到现在 还有所谓恐龙法官这种名词 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什么叫恐龙法官呢 就是你在审判的时候呢 很多人会觉得你不知民间疾苦 与民意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你就是法条是死板板的 是冰冷冷的 然后呢你当一个法官就变成了一个法将 所以你就根据这个没有同理心 没有根据老百姓的期待 去审判一个案件 在台湾就被贴上所谓恐龙法官 或者是恐龙检察官 就是你的身躯是这么庞大 可是呢你的脑子是这么小 像暴龙一样 这叫恐龙法官 所以台湾需要司法改革 那台湾的人民也很多很多次 为了这个走上街头去抗议要求司法改革 那司法改革是循序渐进是没有错 司法改革也是对的 所以台湾的司法改革历经很多步 以前哪一个法官 就可以决定所有的案件 是生是死 我就这样决定 一个人就决定 那叫自由新政 后来现在呢 有三个人了嘛 何一庭制度 所以呢 就开始呢 培袭的有主审的 然后三个人可以至少三个人呢 三人计长嘛 对不对 一人计短 这个就是改革的一步 可是 还不够 因为呢 现在在两年前台湾的高等法院 还有一些资深检察官 爆发贪毒弊案 收了钱针对特定的案件里面呢 做一些动手脚的 难道只是特例吗 对不对 所以表示在司法改革的一步 这个脚步上面 还需要加强 还需要再进步 但是很奇怪的是说 最需要破缺去改革的所谓 审判品质的这个部分 好像没有看到具体如何去做 虽然 虽然台湾的立法院通过了所谓的法官法 可是这个法官法跟预期中的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觉得马英九如果真的要落实司法改革 应该针对最迫切需要的这个司法改革的品质 审判品质下去 而不是去针对一个最高法院 他如何分案的这个措施制度 去碰了一笔指灰 所以我们请教一下 一红其实这一次针对这个案子 针对这个卸任的院长杨仁寿 他说出来的话 其实马英九是有回应的 马英九继续使用他的脸书 他在脸书上说了一些话 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就是说马英九他说呢 基层法官们希望改革最高法院的保密分案制度 我认为最高法院分案程序的确应大幅透明化 增加人民对司法的信赖度 所以我们要来问 是不是马英九的手真的伸进了所谓的司法院 马英九我觉得他的意思不是 手要伸到最高法院 因为马英九不太去干涉审判的个案 我相信他是误解了保密分案的意义 台湾 可是马英九也是学法出身的 他是美国法律 他是英美法系的 他不是台湾这种大陆法系的 所以当然现在台湾的法律 也有一些跟美国的法系 慢慢的有靠拢的味道 但是马英九其实我坦白讲 我也认识马英九 他国内法是不通的 他国内法不了解 马英九他其实以前念的也是 跟国内法有点关系 他虽然是法学博士 但是他是不通的 那杨年寿是非常通的 他国际法也了解 保密分案是目前最高法院 为什么非常干净的原因 台湾人打官司最简单的就是说 一审二审先去打听哪一个法官办的 我知道 瑞德办的透过各种关系 你找他太太讲不行 找他爸爸来讲 找他爸爸来讲不行 找他的恩人来讲 反正各种关系都要去 关说 用关系讲不行拿钱去讲 那有些人他不为所动 那当然很好 高等法院的是这样 但是最高法院的保密分案 就让你知道说 你根本不晓得办这个案子的法官是谁 你要找人去官说都没有门道 用钱用关系都找不到门道 那你不知道是谁 并不是说我乱分案 他的分案也是透明的 就是说 内部透明的 分案的过程也是透明的 只是名字用代号 也是公认的也是抽签的 也是这样跟一二审 其实分案的他的精神是没有不一样的 而是说一二审 因为是事实证你要开庭 那你法官坐那边被告来开庭 当然知道法官是谁 那我最高法院原则上不开庭 那我在主要是纠正法律的错误 我不需要开庭 这种情况下让我法官 什么案子会分到我 我法官是会事先不会知道 电脑抽签乱 抽的结果抽到我了 但是没有人知道是我办的 所以我就可以很公正的 就来法律案子 针对所谓法律的见解 不受任何外界的影响 基于我法学的素养来做最好的裁判 但是我不是一个人裁判而已 他是五个法官 所以我办了以后 我这个要拿出去评议 大家同意以后 这个判决裁判完成 判决完成 我如果判决书写好 上面是有名字的 不是没有名字的 是要据名的 要据名的 还是要为自己所审判出来的东西做负责任 就是我在审判 审判的过程中你们不知道我是谁 但是我审判完了之后 判决书一出去 大家就知道 原来这个判决是哪一庭办的 庭长是谁 庭员是谁 法官上面都有 所以判决书是谁做的 也可受公平 只知道五个人不能确定 到底是哪一个人办而已 但是因为你经过评议嘛 所以你这个法律解决 这一庭你都要负责任 是 所以说我们要来 最后一个问题要来请教一下两位 就是台湾目前的司法 一直强调所谓的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 但是我们从这整个的言谈里面 我们发现其实台湾司法 似乎跟政治力脱离不了关系 所以请教一下二位 我们先请教瑞德 你觉得现在的台湾司法 所谓司法的独立跟政治力 它的百分比现在是怎么样 五四五十吧 五五波就对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那当然理论上政府都要讲说 台湾司法是独立的 完全独立 政治力不揭露 各位啊 政治人物很多卡到司法 他甚至于必须要为了自己的官司 去挺 他本来不想挺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相信 政治力会深入司法 然后呢 我再举一个最简单 最近发生在台湾地区一件案子好了 一男一女两个日本人 Makio跟有记龙辉 两个日本人 那Makio也有一半台湾的血统 然后呢 他们在台北市因为酒醉 结果毆打计程车司机重伤 差一点死掉这个事情啊 嗯 照理来讲就是一个伤害 或是重伤害的案件 是 这种案件在台湾地区任何一个地方发生 绝对不会在星期五的晚上起诉 也不会在短短的十来天之内就起诉 为什么呢 因为上面关切 义宏你觉得呢 我觉得 如果知道是哪一个法官的话 会有 关缩力力量会进去 关缩力量 政治力量是最大的关缩力量 所以你觉得百分比的话呢 百分比 我觉得最高法院是最好的 是 最高法院你无从关缩 所以两个顺势讲说 你那时候陈水扁是现任 你满意的时候要跟他选 陈水扁如果借助司法的话 你没有那么快判无罪定业啊 所以你说其实台湾的司法 到底有没有独立 这个执政者真的要睁大眼睛 好好的来看司法改革 到底要怎么做 最近台湾谢谢你的收看 望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